那回到演播室 我们再请教王主任 你看我们神十八成组的三位航天员 在见面会之后 那到明天按照这个发射窗口的时间 应该说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这段时间他们主要的活动 应该都是在问天阁里面的 主要的工作有哪些呢 它的主要工作分为 其实是两类吧 第一类呢还是 就是身心状态的调整 因为毕竟我们马上要发射了 发射之前要把身体状态 心理状态等等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当然就是主要还是要保证休息好 因为我们是晚上发射 然后凌晨对接 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航天员 有很好的精力去面对的 等于是要熬一个通宵 对对对是要熬夜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为了 这个发射任务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航天员呢 今天的上午这个发布会见面会之后 他今天下午包括明天上午 还要对一些飞行程序 飞行手册 包括我们可能应对的一些故障 做一些复习 包括我们有可能做的 手控的交汇对接 做一些复习 这些复习呢就是保证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 这种认知的状态 不至于说是过分的放松 就是我们松紧是 松弛是有度的 然后到了明天下午 就开始到了临摄前的程序 临摄前的程序 他们更多的是 比如说我们穿舱内航天服 进行生理信号 通话的一些检测 清明性的检测 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 就是身体状态的一个判断 只要他的身体状态没问题 各种检测没问题 就可以进入到飞船 进行代发端的程序 就是我们说美林大势有静气 越是在大考 在重大任务之前 越是要保持一个平常的一个节奏 对